海洋 海洋从东方上 这里的花解开 中方人在东方 随着沐浴太阳爱 海洋爱 爱太阳帮他有心 奔在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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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永远中山 中方上河全常在 中方上河全常在 太阳从东方上 这里的花解开 中方人在东方 随着沐浴太阳爱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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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在海怀 奔在海怀 太阳 永远中山 中方上河全常在 中方上河全常在 啦啦啦啦 恭喜 恭喜恭喜 不敢当 李大人 容声宰相 可喜可贺 李大人 我一相 此乃朝廷之福也 皇恩浩荡 我吕某 自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但愿大人 揽天下之名士 容天下之人才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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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名小子也想当宰相 把我们这些为皇上历过汉马功劳的老臣置于何处啊 是啊 他只不过是得到皇上的恩赐罢了 大人 大人 您在义人之下 众臣之上 天下谁人不知晓 不知晓 众臣之上 更要谨慎 江海浩荡 能荣西河呀 他们竟敢在大街上对您宰相出言不公 应该查出是谁 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可 这样做与我何意啊 随他们去说吧 让他们说说对我也无妨嘛 收开钱力 有损大人的威望 以德感人 不斤斤计较 言语律己 有何威望可施啊 让他们把宴请各部官员的帖子马上送出去 是 陈大人 吕相国请你前去赴宴 请 吕相国从山东弄来了好酒 还有好酒 请陈大人一定要去 请代我谢谢宰相 是 是 相国请陈大人赴宴 想见一事修好 以礼共礼朝政啊 小小一个礼盟证 不过一时得到皇上的宠爱罢了 但今日皇上重用 大权在握 也得刮目相看 我出入朝廷时 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当然 陈大人为朝廷元老 相国也奈何不得大人 来 下棋 大权 週位大人 请入席 请入席 行入席 谢谢大人 行入席 行入席 为他一人,我等已空等的一个时辰了 是啊 诸位大人,请稍等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派人去催请 大夫是有钥匙处理 不必等候 会不会是有意不来 这是陈锦代码相国 这位陈大人也太不像话了 如此一老卖老,今后怎么相处 朝廷之内不能纷争 陈大人也许有功务在身 我们就不等了 来,诸位大人 喝酒一杯不成敬意 来,三杯 来,请 干 干 我 måste赶紧 就去给我们冤枉 我们要去看看 你是不是要去冤枉 这个是要去拿在市场里 现在操线 你需要把你都拿着 陈大人今日没来 送一坛酒去 是 妈 就说这是山东宁酒 博理一份表表我的心意 是 大人 陈大人 这 陈大人 吕相国说您未能去赴宴 这点酒就跟您送来 吕相国还说这点博理了表心意 我知道了 来啊 大爱 把这酒搬到下方去 这坛酒只能配加奴喝 是 陈大人 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把你给他们的好酒 竟然全部给了他的家奴 算了 不要说了 酒是送给他的 他当然有权随意处置 陈大人 这 你不认识 天下的事 有的要知道 有的还是不知道为好 大人 您真是宰相度里能撑船 对了 陈大人要是前来 不许怠慢 是 请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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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从东方上 这里的花解开 东方人在东方 随着暮雨太阳爱 太阳爱 爱太阳 帮他留心 奋在徘徊 奋在徘徊 太阳 用眼睛装上 东方上和尘常在 东方上和尘常在 太阳从东方上 这里的花解开 东方人在东方 随着暮雨太阳爱 太阳爱 爱太阳 算太阳 算太阳 用眼睛装上 东方上和尘常在 东方上和尘常在 啦啦啦啦 开这种小门干什么用 听说齐国的燕子要出使咱们楚国 这燕子明燕英 自贫重 名声很大 个子很矮小 咱们楚王要杀杀他的威风 特意为他开了这个小门 这就是为大名鼎鼎的齐国大夫燕平仲开的门 你们就看着他钻狗洞吧 对 他钻钻狗洞 齐国燕大夫到 齐国大夫燕平仲拜见待望 免礼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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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请问 这里是人国还是狗国 嗯 这个狗洞 不是人进出的地方 假如 我出使的是狗国 自然我要钻这个狗洞 可是 我出使的是人国 就应当走由人进出的门进城 大夫 你说是不是 啊 这 开城门 迎客 谢大夫 燕大夫 请 孩儿拜见父王 孩儿 快来拜见齐国使臣燕大夫 他就是骑过来的燕平仲大夫啊 是啊 怎么了 他这么自买跟我差不多高 燕大夫 你们齐国大概没人了吧 我们齐国有的是人 我们齐国人哈气成云 灰汗成雨 怎么能说齐国没人呢 那么齐国 为什么派你这样矮小的人来出使楚国呢 齐国像我这样矮小的人有的是 我们齐国有个规定 我们齐国有个规定 贤明者出使贤明之国 不消者出使不消之国 小人出使小国 大人出使大国 像我这样矮小的人又最不消 所以只好出使楚国了 不 来人 先送客下榻休息 备酒宴请 还宴请这个燕平仲 代王 他口吐狂言 出言不逊 他不能讽刺我们楚国 还对您 您这是 不 寡人本想杀杀他的威风 同时应试一下他的聪明才智 结果犯被他嘲笑一番 这个燕平仲 是 果然名不虚传 唉 代王 代王 请不必焦虑气恼 悲惩倒有一个办法 可是代王出气消烦 这些人不知能否一试 你有何上策 不计划 寡人一直听闻燕大夫才智过人 今天算领教了 代王过奖了 成仙代王 禁报代王 我们在城外抓到一个盗贼 哪来的盗贼 是齐国人 他犯了什么罪 他是南路抢劫 是 是 是 齐国人是不是冠于做强盗 代王 相比知道南举北直的事吧 这菊树 栽在南方 他接出来的果实 是又香又甜的菊子 假如 拜他移栽到北方 他接出来的果实 是又酸又苦的植了 这跟水土有关系 现在齐国人 都安居乐业 安分守己 这个齐国人 到了楚国以后 反而变成了强盗 这恐怕跟楚国的水土有关吧 这跟齐国有什么关系呢 是 叶大夫素以聪慧著称于世 寡人几番是以挑衅 不了连连反遭讥讽 令寡人惭愧致志 燕大夫才智过人令我佩服 来 让我敬你一杯 对 我们也敬燕大人一杯 对 我们也敬燕大人 来 敬燕大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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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